大會主席尤希昆院長 末魯共和國昆勒斯總統抗力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萊博總督 聖文森及格瑞納丁朵根總督 現場的貴賓好朋友 還有我們剛從亞運歸來的臺灣之光 我們現場的貴賓好朋友 以及收看電視和網路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的國慶日 擴別三年 我們終於脫下口罩 齊聚在此 共度我們國家的慶典 現場有許多來自全球各地的僑胞 還有睽違三年再次遠道而來的國際友人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 向大家至上最誠摯的感謝 回首三年來辛苦的防疫之路 彷彿那一段路走得很遙遠 然而有另一條艱辛的路 我們走了三十年 就在上個月底 潛艦國照的第一艘原型艦下水了 在完成後續的測試之後 這艘海昆軍艦 立即在2025年正式服役 潛艦國照是歷經三十年 不同政黨的總統都想實現的夢想 現在我們做到了 從無到有 踏出這一步需要無比的勇氣 要扛住壓力 要突破瓶頸 要頂住流言蜚語 只要稍有猶豫 就會失敗 但是我們終於做到 我們的國防自主在跨出了一大步 國軍不對稱戰力 再向上提升 我們更再次展現 守護中華民國臺灣的決心 我相信全世界更會認同 海昆軍艦是為了守護區域和平穩定 而破浪前行 這正是中華民國立足臺灣74年以來 所以可以屹立不搖的精神 面對特殊的國際處境和瞬息萬變的挑戰 我們不前進就會倒退 不奮勁努力 就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和命運 尤其這七年多來 國際及區域的政經情勢複雜多變 再加上百年大疫跟極端的氣候 再在挑戰民主國家中政府治理的韌性機制 也挑戰民主社會中人與人的信任基礎 我從未忘記過我對改革的承諾 也深知改革所帶來的衝突和陣痛 我要感謝臺灣人民 我們總能用團結戰勝恐懼 用包容化解仇恨 用民主克服挑戰 婚姻平權法案通過已經四年了 我要感謝反對者的包容 成就了一個讓全世界羨慕的臺灣 每一對相愛的彼此 都能夠幸福成家的國度 我要深深感謝 我們全體軍公教夥伴的諒解 為了年金的財務能夠永續 我們一起完成了過去無法做到的年金改革 也讓我們政府的財政更有餘裕 來照顧下一代 我要謝謝我們勞工朋友的體諒 雖然我們還沒有走完年金改革的最後一里路 但是我們從2020年起 陸續編列了2670億元的預算 撥補勞保基金 我期盼 下一個階段 勞保財務的改革 能夠在穩定的財務基礎上 在社會的理性對話中凝聚共識穩健的來進行 與此同時 我們連續八年調漲基本工資 並以所累積的經驗為基礎 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 送交立法院審議 蔡英文沒有忘記要照顧勞工的承諾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我遇到了一對來自桃園的夫妻 他們是投入包租代管的公益出租人 他們跟我說 社會住宅出租的 不只是一間房 而是要給房客一個家 我要感謝在台灣不同的角落 這樣溫暖投入推動社會住宅的朋友 七年多來 我們在起步階段的困難中前進 並且奠定基礎 如今社會住宅運動 逐漸卸下標籤 成為社區的正向力量 八年二十萬戶的目標 也將在二零二十年年底達成 基礎正義這條路仍然漫長 但經過這幾年的經驗累積 我相信未來一定可以在正確的道路上加速前進 我還記得剛接任總統的時候 臺灣的電力倍轉容量率 曾經最低只有1.64% 但這七年多來 我們大幅度提高能源公益 也全力推動能源轉型 終於在去年迎來了轉淚點 讓綠電的總發電量 熟度超越了核電 現在 陽光越強 氣候越炎熱 就越不用擔心午後缺電 在傍晚尖峰的時刻 我們的倍轉容量率 也能夠維持在7%到10%的穩定狀況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克服種種的困難 一步步地實現能源轉型 面對世界極起直追的2050淨零轉型的目標 臺灣的再生能源發展 除能網絡的建構 和電網韌性的強化 只能快 不能慢 更不能走回頭路 除了推動改革 過去七年多 我們在劇烈變遷的兩岸及國際情勢中 親全力發展經濟 厚實國力 照顧人民 確保國家安全 穩定兩岸情勢 並且爭取國際的支持 經過全力國人七年多的努力打拼 臺灣的經濟 不僅展現了強大的韌性 更成為驅動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關鍵力量 中華民國的國力變強了 我們的GDP規模 從我上任時的17.5兆大幅成長 今年預計將突破23兆元 而在這幾年全球飽受經濟停滯 以及通膨鎖苦的提示下 臺灣這幾年來的平均經濟成長力 仍然可以維持高於全球平均值 站穩四小龍之手 並且維持相對穩定的物價 同時 我們還保持財政穩健 將連續六年的政府稅計剩餘 跟全民來共享 除了發放消費券來促進消費 也透過像是普發現金 TPAS 擴大租金補貼等措施 協助大家減輕生活負擔 我們更加強平衡城鄉發展 加大投資中小企業的產業轉型升級 我們也全力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大力投入基礎建設 帶動臺灣產業完成的典範移轉 尤其是強大的科技實力和製造能力 讓臺灣成為全球供應鏈重組中 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因此 我們也翻轉了過去 依賴單一市場的狀況 我們對美國的出口金額翻倍成長 而今年六月 我們跟美國完成簽署的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 就是率先各國創新觀念的全新貿易協定 經過七年多的耕耘 我們對西南向國家的出口貿易 也創始上新高 我們也強化與歐洲鏈接 現在歐盟已經是臺灣最大的外資來源 我們用經濟實力向全世界證明臺灣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而從2016年以來 蔡英文政府始終信守承諾 維持現狀 我們堅守四個堅持 不挑釁 不冒進 在壓力下也不屈服 和全球民主國家深化合作 共同維護區域和平穩定 也為世界貢獻良善的力量 對岸 因颱風而好雨成災 我們展現人道關懷 土耳其發生政戰 我們挺進第一線 而無戰爭爆發 我們堅定地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當然 我們更不會忘記 三年疫情期間 民主夥伴相互持緣的那股善的循環 儘管阻擾未曾停歇 但我們沒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腳步 台日友情堅定不移 台美關係堅落盤施 我們的友邦和理念相近的國家 在國際場域中力挺台灣 來自不同的國家的年輕人 在社群上串聯Viva Taiwan 臺灣的民主成就 已經成為世界標竿 臺灣的毅力不搖 更無疑是全球民主永續發展 以及安全繁榮的最大保證 現在的臺灣 已經是世界的臺灣 我們已經證明了 無論在地緣戰略 全球民主發展 或者國際供應鏈體系 我們都是最可靠 最有效率 最安全的合作夥伴 國際支持我們的力量 也來到了前所未有的 團結堅持 此時此刻的我們 已經能自信堅定面向世界 我們也更能自信沉穩 面對中國 為未來的發展 創造兩岸和平共存的條件 作為總統 我的責任就是 守護國家主權 守護兩千三百萬 臺灣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同時 尋求兩岸之間可以和平共處 人民之間可以自由而無拘束 無負擔的往來 讓臺灣 甚至兩岸 都能成為區域和平穩定的貢獻者 我要再一次強調 和平是兩岸唯一的選項 以維持現狀作為各方的最大公約數 就是確保和平的關鍵之要 特別是 全球都已經體認到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 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變現狀 兩岸分歧必須透過和平方式解決 因此 我們要持續努力 在確保主權和民主自由之際 能夠在尊重歷史事實之下 持續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今天 許多政黨領袖和貴賓都在現場 政黨競爭是民主政治的日常 但我們可以齊聚在此 正是臺灣難能可貴的民主風景 我衷心期盼 在選舉的競爭過後 我們可以放下激情 臺灣內部可以尋求更大的共識 眾志成城 對外團結一致 我相信 這是我們不分朝野政黨 對國家的共同責任 我們願意 我們願意 以臺灣的民意共識為基礎 以對等尊嚴為前提 以民主對話為程序 以維持現狀為核心 與北京當局發展 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我深信 國際社會對臺灣的支持 只會越來越強 在全球共同關注 並自力維繫 台海和平穩定之際 我們必須掌握契機 控管風險 進而讓兩岸成為 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要貢獻者 支持臺灣朝野政黨 也是兩岸之間 無可迴避的歷史責任 與共同使命 各位國人同胞 無論是65年前的823戰役 或是如今面對外部威脅的挑戰 我們始終懷抱著 不分彼此 同島一命的信念 如今 中華民國臺灣 已經成為2,300萬人民的主流共識 這個共識 匯聚了不同族群的歷史情感 和74年來 俘获與共的體認 還更代表 我們會為了團結 為了守護國家 為了捍衛民主自由的生活 願意走進彼此 創造最大的公約數 臺灣的民主 也因此在無比巨大的內外壓力中 成長茁壯 從而孕育了更為堅強的韌性 守護臺灣的民主 就是守護普世價值的民主 感謝大家的團結意志 我們向全世界點亮了民主臺灣 我們會自信地向世人傳達 臺灣人尊嚴自主 熱情良善 臺灣人樂為世界人 也將世世代代做民主人 自由人 我要感謝臺灣人民給蔡英文兩次機會 擔任中華民國總統 和臺灣人一起打拼 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激 這幾年來 施政有所成就 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 身為總統我則無旁貸 這就是民主國家 執政者不能自滿 任何的施政 都要讓更多人民滿意 就是政府 永無止境努力的目標 各位國人同胞 蔡英文的任期 會停在明年的520 但國家要繼續前進 我相信 自信沉穩的臺灣 一定會繼續前進 我們不只要給世界更好的臺灣 這要讓世界 因為民主臺灣而更好 臺灣加油 中華民國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